好 只不过刚刚我们提到了 像这些娱乐的事情 现在千万不要做 但还是有很多民众为了微生 必须要出门 像是买菜就是 而且很多人就怕疫情升级 未来物资会缺乏 所以先到市场去采买 结果菜价一天之内 竟然就涨了38.8% 周一一早 少数有开市的菜市场 人潮确实比起以往少了很多 不过菜市场的摊贩 也都告诉买菜的民众说 赶快买 因为不知道周二开市 这价格会不会别 就算顶着台北市的高温 民众一早来到菜市场买菜 口罩护目镜包紧紧 受到疫情影响 不只是人变少了 就连这菜价也出现变化 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统计 16号蔬菜平均批发价 为每公斤33.6元 对比15号的价格24.2元 整整涨了38.8% 像记者手上的这一把 离山的菠菜 老板说 他其实卖很久都是卖两把五十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 价格到底会不会有变动呢 就要等到礼拜二开市才看得清楚 高丽菜摊贩坐在板凳上 一颗接着一颗 拨开外皮又切开菜梗 老板直说要抢要赶快 因为接下来的菜价 恐怕又要响起掌声 我现在卖的价钱 其实现在很多都在卖四十九块 五十九块 六十十都有 八十九块 我现在卖一斤卖三十五块 还是三十五 对我经常就维持这个价格 最近价格有一些波动 你自己有感觉 有一点波动 人变少 人变少 然后价格变贵是不是 差一点点 贵不了多少 还是怎么样 长不了多少 民众大多表示 只要做好自身防疫 市场买菜还是照样会去 农粮署则说 这回的菜价会涨 是因为民众的预期心理 造成的短期现象 总体数量供应没有问题 也呼吁民众不用 过度担心 法日新闻外申 冯冠林 台北超过度